前立委肖美琴目前在美国担任我国的驻美代表 10月1号中秋节这一天 她特别透过花莲县美琴之友协会的脸书粉丝页 po出一段影片 片中肖美琴感性的说 虽然她离开花莲了 不过很想念大家 她也特别向花莲乡亲报告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指风车的乡村卡车艺术工程 10月9号 10号 11号的国庆三天廉假 要在花莲瑞税光复及市区带来精彩表演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同乐 花莲县美琴之友协会 一日在粉丝专页发了一篇中秋快乐之神秘惊喜开箱文 贴文表示 谢谢各位朋友帮忙 寻找指风车任务达证 送上来自远方的想念 祝福中秋快乐 原来是远在美国的萧美琴 为花莲相亲烧来想念与好消息的影片 影片一出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按赞 各位花莲的相亲大家好 我是萧美琴 虽然已经离开花莲了 可是我很想念大家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就是大家最喜欢的指风车 乡村卡车艺术工程 又要再一次来到花莲了 我们的美琴之友会 特别带来给大家共同的欣赏 希望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一定要一起来参加 今年在10月9号10号11号共有三场 10月9号礼拜五在瑞穗乡的青莲寺 10月10号在光复乡的泰巴朗祭寺广场 10月11号在花莲市的进风营区 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欣赏 这次的卡车艺术工程特别带来 即将成真火舞团的火舞表演 非常精彩 一定要来看哦 萧美琴提到 今年国庆年假10月9日在瑞穗乡的青莲寺 10日在光复乡的泰巴朗祭寺广场 11日在华莲市的进风生活园区 指风车台湾乡村卡车艺术工程 邀请到Coming True Fire Group即将成真火舞团 一连三天为花莲带来70分钟震撼刺激的火舞剧 火焰师家Firemosa 活动免费入场 欢迎民众前往支持欣赏 更多活动详情可查询点苏粉四页 花莲县美琴之友协会 或Coming True Fire Group即将成真火舞团 记者长方言华联士报导